好 各位 網絡自由是我們香港最重要的一部份 但是未來的選舉 有些選管會 明正言順地去打壓我們網民的網絡自由 實在是一件不要得的行為 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有些候選人 拍了一些片段等上網 但是竟然有人會說 這些片段你等上網 但是之後還要介紹其他候選人 要有一個公平的時間 所謂的公平並不是一些網絡上的公平 而是一些政府因為要欺壓 在一些網絡受眾 他去參與一些網絡行為的時候 希望所謂的 令到一些不能夠受到網絡得益的人士 是在這方面 令到他變成其中一個受益者 我們相信也都我們明白一件事就是 網絡是可以令到我們 將我們的資訊帶給我們選民的一個地方 但是很可惜 今次選管會的這個行為 是重重地把網絡自由打壓到18層地獄之下 香港既然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我們一些網民即使是將一些片段錄音等上網的時候 亦都會被要求說要有一個公平的時段 去給我們其他的候選人 難道如果我作為一個候選人的話 我要跟大家說 大家除了選我之外 你們還要選A B 因為他是我另外一個候選人嗎 大家覺得這樣是不是一個公平 大家覺得這樣是不是一個公正 跟我們一般的來說 那算謝謝 對 我們應該是成功的